身怀六甲的妃子突然假装师族摔下了抬击 下一秒就将此时嫁祸给旁边的淑妃 淑妃 你何故要推我 淑妃 你好大的胆子 欺变贵妃娘娘 此时可不关我家娘娘的事 二位娘娘 虽以前一后 可是中间还跟着好几十远 他们是碰不到的 姐姐 真的不是我推她的 此时贤妃已经有了滑胎的迹象 关键时刻一个刚入宫的才人站了出来 刚才如意亲眼所见 是贤妃娘娘自己不小心 从楼梯上滑落下来的 并不是淑妃娘娘所推的 唯贵妃本想借此扳倒淑妃 没想到被一个才人搅黄 经过太医检查 数次滑胎的贤妃今后可能再也无法生命 唯贵妃趁机在皇上面前煽风点舞 可是李世民早已心知肚明 并没有责怪认错的淑妃 贤妃面为昏明之前 亲口指证 是淑妃推的她呀 朕听说 有个新入宫的小才人 她亲眼看见贤妃 是自己不小心失足摔倒的 一个新入宫的小才人说的话 喝醋为心呢 正因为她是新入宫的 对宫里的人一个不认识 所以她说的话才客观宫运 皇上的宫证处理还了淑妃一个清白 其实她早就知道 韦贵妃一直在利用贤妃肚子里的孩子 对付后宫其他嫔妃 而无法再生育的贤妃 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韦贵妃便想着除之而后快 我一直忘了跟你说 前两次你怀孕的时候 我给你的安胎灵药 其实都放了五行层 我没有的东西别人也别想拥有 所以我可以让你获得荣宠 卫列似妃 但我绝对不会让你生下一个孩子 韦贵妃紧接着就赐给贤妃一尺白铃 她没想到为韦贵妃为虎作娼这么多年 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孩子 最后静落得如此下场 没一会财人们的屋子里 就听到了女人的哀嚎声 断定是从贤妃那里传出来的 第二天就被人发现贤妃在屋内悬梁自杀了 此事很快传到了财人们的耳朵里 在咱们这个太极宫 以后就只有贵淑德三位帝妃 再无贤妃 什么 可你们的机会来了 这蓝陵王入阵曲是皇后生前最爱 每一年领舞的预期都有一次事情的机会 明日比武教义 选出优胜者作为领舞 眼下时间尚不安 你们是休息呢还是练习 你们自己定度 初入宫的财人们被弄得人心惶惶 但还是争先恐后的想夺得皇上宠爱 赵斯勒本来非常重义武如意作为蓝陵王入阵曲的领舞者 无奈萧财人是为贵妃的亲侄女 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将萧财人定为领舞人 今天晚上萧强就能见到陛下了 肯定是那个萧强买通了赵斯月 要不然这机会啊肯定是 是如意的 萧强自信满满的来到指定的宫殿等皇上 怎料等了半天却不见皇上身影 此刻落选的如意在宫中到处乱窜 误打误撞闯入了先皇后的宫里 正准备离去时发现一副绝美的面具 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起来 却不知皇上因为太思念先皇后也来到了这里 无意间看见有人在跳皇后生前最爱的舞蹈 一时间激动的与她共舞起来 如意没想到就这样与皇上来了一次特别的相遇 刚入宫的财女竟和先皇后长得一模一样 众妃子看后都吓了一跳 以为闻得皇后重生了 你叫什么 财女正婉言 拜见贵妃娘娘 你姓正 臣妾的父亲 是中书侍郎郑芸汐 德飞没想到这世间竟有如此相像之人 却不知她这五年来一直在家模仿先皇后的姿态 直到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像极了她 终于等到入宫的这一天 你长得本来就很像文德皇后 再加上五年来 你勤学苦练的模仿 现在是浑然天成啊 宫里其他女人如何争夺过你 婉言 你注定不能平凡一世 婉言坐等皇上召自己事情 此时嚣张的萧强让宫女帮自己去采点陈枝过来用 宫女不知陈枝是什么 萧强扇了她一巴掌并大骂她无知 第二巴掌却被五无一拦了下来 婉言紧接着也上前帮忙 称自己愿意替宫女去采陈枝 此刻李世民已经知道一个才人酷似已逝的文德皇后 急忙去看她 瞬间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发现她与文德皇后简直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随后便宣婉言来侍起 皇上特意安排婉言换上了文德皇后的衣服 就连服饰她的宫女都是前皇后的 既然我这婉言已经来了 今后这大唐后庭 便是我的天下 看到皇上打量了自己半天也不说话 婉言便直接开口要侍奉皇上休息 没想到皇上却一言不发转身离去 反而是来到先皇后曾经住过的宫里独无私人 此刻五如一正独自一人在成庆殿抄书 看到她因为太过疲惫不小心把梦弄到自己脸上 李世民越看她越觉得可爱 但下一秒就听到她在说自己坏话 你这个呆子真是木头一块 你要说我不了解你 总有一天我五如一会走进你的心里面 从此赶不走 屈不散 这一辈子让你只选我一个人 婉言就这样等了一夜才探报皇上回来 虽然没有事情 皇上还是直接封她为正三品结语 陛下 等散了早朝以后 回来给臣妾苗媒吧 陛下 记得散了早朝之后 回来给臣妾苗媒 原来婉言是在模仿皇后的一言一行 刻意的接近法让皇上感觉不适 此后连续九天皇上夜夜都宣婉言去侍寝 却一直没有碰过她 而是一到半夜就跑去成庆殿看武无异 这天肖强偶遇于婉言便开始故意找茬 嘲笑她日日被召去侍寝 还是个厨子之身 想知道 美瑞陛下去了何处吗 想知道 是谁让你今日在此蒙受七尺大辱吗 告诉你 是成庆殿 武如意 婉言怎么也不敢相信 这些天来一直得宠的竟是自己的好姐妹 妃子想要下毒除掉皇上最宠爱的财人 怎料将鸳鸯湖的玉珠转错了方向 将有毒的那杯酒倒给了自己 武如意喝下了所谓的毒酒没有任何反应 而她却突然脸色发青鼻孔流血 婉言这才意识到自己喝下了毒酒 梅艺会便蹊跷流血一命呜呼了 此刻武如意变成了最大嫌疑人 为贵妃和德妃心里乐开了花 巴不得将她一起除之而后快 本宫觉得武如意嫌疑颇重 须得连夜详家审问 我希望明日一早 武如意如何行凶 为何下手 你都得给我一个交代 奴才定不如命 唯贵妃想要在皇上还不知情之前 让武如意驱打成招 又害怕皇上知道了怪罪自己 令刑部在上行时 不要让她露出任何伤痕 可是不管他们如何逼供 如意就是不愿认识 娘娘 此女如此不识台证 不如这边送她上路吧 此女若死了 陛下会怎样 不过是个财人而已 又能引起多大的风浪 只要维持一门 依旧忠心于大唐 立下又能说些什么呢 此话好像有些道理了 就在武如意将要命丧于此时 下了早朝后的皇上突然赶到了镇 他们虽然将如意整理了一番 但皇上还是一眼就看到她受了恒重的内伤 爱妃一贯温厚贤良 不过一个财人 想必不至于动刑吧 陛下说哪里的话呢 是这个丫头体弱 我想问她几个问题 她就突然间昏倒了 怎么可能用刑呢 陛下您若不信 可以着人查起体肤 看是否有伤痕 你坚持了 朕自然是信爱妃的 皇上表面上不关心武如意 实际为了如意不再用刑 直接下令让大理寺查明此事 为贵妃看出来皇上是想保全她 分数下人在审议会就将她放了 怎料如意刚回到澄清便又遭到刺客行刺 幸亏李世民及时赶来才又让她逃过一劫 她觉得后宫最近发生的事越来越离谱 便让大理寺家警速度查明婉言之死的真相 很快便有了眉目 陛下请看 此湖名为鸳鸯正湖 湖口分为两道 其中一道暗藏毒丸 只要搬动机关 酒水自会从藏有毒丸的一道流出 微臣揣测 若不是郑婉言运气太差 拿了赐品 那便是 这种事情一般不会错 更可能的是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有人在这机关上做了手脚 皇上猜到婉言应该是想害五如意 结果反而被他人设计而死 而这背后之人很有可能是微贵妃 于是召来五如意 问他可知到底是谁要害他 在婉言死后都发生了什么事 如意很想揭开贵妃的真面目 可是微贵妃纵横后宫多年 自己没有确凿的证据根本就是以卵基石 而且维家对大唐来说影响力很大 如果事实并非如此法 是给皇帝添麻烦 思来想去只好认灾 昨天晚上 我亲眼看到了婉言的死去 然后就被压到了内侍间 年能对我很好 试问完了所有的经过 就把我放回了财人宫 婉言一案一点颇多 五如意又无法自证清白 皇上便立刻将他关入夜庭司果 如意没想到即使到了夜庭为贵妃 还是不肯放过他 即使被他们设计打入冷宫 还是不肯放过他 为贵妃买通夜庭的罗将军 让他毁了如意的脸蛋 怎料如意可不是好惹的 拿起旁边的洗衣棍子和他们拼了 几分钟时间就将他们全部赶跑了 新来的劝你他 还是别去找着罗将军的好 他可是我们夜庭最狠的主 喜欢别人叫他将军 这些年啊 我们夜庭死了好多个女人 都是和那个罗将军有关的 几天后罗将军又要对如意下手 关键时刻有人带他去夜庭狱去见他的情人 过去了这么多年 你对那郑子彰可还有情吗 我落到此番地步 不就是被那个薄情假意之人所害吗 我每年来此 不就是为了看他挖眼断舌的惨状吗 我对他只有恨 没有情 如此甚好 那个郑子彰在夜庭与水牢里熬了十年 今天冒时死了 罗将军对情人恨之入骨 但听到他在水牢里挨不过疾病去舍 他心中却万分难过 才知道自己一直都爱着他 见过郑子彰后 他便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再出门 如意得知此事带着酒来看他 罗将军便把二人的故事讲给他听 这些信 都是我曾经最爱的男人写给我的 他告诉我 他找了一张好婚事 能助到飞黄腾达 可是那个时候 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他却轻松地说 让我把孩子给打掉 如果不是贵妃娘娘 我早就死了 这个男人怎么这么薄情 罗将军每月都会去夜庭牢里看他 每次看到他挣扎痛苦 自己就特别开心 如意拿过二人的分手信 仔细地看了看 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郑子彰明明写地想与他私奔逃出宫去 里面还有约定的时间地点 难道你不识字 我是不识字 我不敢让你们知道 怕你们瞧不起我 那你跟郑子彰到底是怎么通信的 是春莹 每一次都是他念信给我听 我口述之后 他好毁信 罗将军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如意便让他找其他十字的女子对峙一下 罗将军未找到答案便划伤了他的脸 随后将一直给他读信的春莹引了过来 想当面问得清楚 果然发现自己被利用了 他没有负我 他当然没有负你啊 郑子彰瞎眼顿舌之时 他一度想自裁 我不得不劝他说 他若自裁 你也便性命难保 这样他才在水牢里足足熬了十年 是你 让我们之间的事告诉那事件的吧 这一切都是娘娘他亲自安排的 罗将军这才知道自己一直被利用 因为为贵妃想在夜庭找一个办事牢靠的人 所以亲自策划了二人的命运 不甘心的罗将军发誓一定要向他们报仇 此后他再也没有害过如意 其实他的脸也并没有被划伤 只是配合罗将军贴了一片辣椒而已 不久后皇上大赦天下将如意放了出去 为贵妃得知他的脸并没有毁 随便找个借口就将罗将军处决了 媚娘得知后痛心乱焚 不能忍受为贵妃这样欺负别人 她的死让我明白 这后宫里面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 我不甘心 我们一定要有所行动 这是一代女皇改变命运的时刻 李世民邀请外国使臣一起来观赏菊花宴 可一位北墨使臣却故意刁难 希望大唐派一名智者来采出上千朵菊花中最美丽的一朵 众大臣和妃子们都被难住了 这个题目有点古怪 娘娘 美无定论 无论你找到哪一朵 对方定能找到另一朵 说它更美 这是个死菊啊 就摘一朵花而已 大唐天朝上国 人才辈出 不会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吧 没错 不就是摘朵花而已 哪有那么难 妩媚娘见状挺身而出 使者见她是个才人便一顿饥讽 你能解得此题 看你的肤色 依然是个王子 难道竟然不明白 人不可貌相的道理吗 姑娘果然零牙利齿 不过这只是小聪明 并非大智慧 你说的没错 摘朵花而已 小聪明就够了 五媚娘不慌不忙地走上前 随便从花海里摘了一朵 却遭到使者又一次嘲笑 称自己随便从里面采一朵 都比这好看是呗 媚娘随后让人一把火 将这片花海全部烧掉 只留下手里的那一朵 瞬间惊呆众人 这一片菊花 现在就剩下我手中这一朵 他自然是这世上最美的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妙 才人 你真是厉害 剑走偏锋 以致魄力 佩 不愿认输的木头王子 紧接着展示了一番 自己精妙的剑手 听说李世民是大唐第一剑手 想要与他鄙视一番 心情大好的皇上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武如意紧接着骑上马 准备用摘到的那朵花 配合皇上表演 如意 你相信朕吗 信 只是花精太乳 马速太快 别怕 好吧 如意紧接着把花含在嘴里 没想到被皇上精准地 射掉在地上 毫发无损的媚娘 瞬间对她敬佩不如 偷偷地将这朵花藏了起来 木头王子看到这一幕书的心服口服 夸赞大唐藏龙卧虎 连一个才人都这么厉害 不知如何称呼 小女子名叫 卖 才人五兆 勤学理训 进退有度 赐名媚娘 从即日起 入狱书房伺候笔墨 木头王子 记住了 这就是我大唐的女子 五媚娘 晚宴上皇上为了今天的出色表现 重重地赏赐了五媚娘 此后再也没有去过其他嫔妃那里 都是媚娘陪伴在左右 妃子们嫉妒的发狂 却没有一点办法 没想到媚娘的灾难马上就要来了 这天太白星突然在白天出现 众大臣不解圣氏大唐为何有此形象 晚上李淳风就着急的连鞋都没穿 就跑过来见皇上 撑进来的形象的确与设计有关 微臣请陛下 将宫中 所有姓武的男女 全部处死 否则 设计 威仪 你算的天机 是哪两句真言 唐 三代而亡 女主 武士 大臣 妮媚娘正好偷听到他们的对话 瞬间被吓得浑身冒冷汗 幸好李世民并没有因为一个卦象而滥杀无辜 此事很快传到了韦贵妃的耳朵里 终于找到除掉妮媚娘的大好时机 我给你一个宝贝 这是什么呀 凤林丸 是寝之前 吃上一粒 祝你很快还上龙主 贵妃为了给自己侄女争宠 特意叫来了皇上与他们一起吃饭 二人合起火来将皇上灌醉 十六岁的肖强吃掉了凤林丸 终于等到了事情的时刻 怎料皇上却把她当成别人 陛下 你娘 肖强为了怀上龙寺还是义无反顾 五媚娘在进出池边苦等 却不见皇上的踪礼 没想到因为一句唐三世后女主武王的预言 皇上再也没有召见过她 夜里皇上醒来发现身边躺着的是肖强 马上起身离开了乾祥宫 韦贵妃紧接着又为肖强准备了中药 让她配合凤林丸一起吃 不久后肖强真的怀上了龙胎 皇上立刻将她由财人升为婕鱼 为贵妃便立刻开启去母留子计划 被她收买的太医称肖强胎气不稳 需要长期卧床休息 可是肖强却没有一点感觉 没过几天就吵闹着要出去 结果被贵妃安插的眼线给拦住了 一群不知好歹的贱臂 竟敢当本杰鱼的路 萧杰鱼 娘娘本来是要亲自捷来的 然日理万机不得空闲 娘娘还说 望萧杰鱼不要辜负了娘娘的一片苦心 好自珍重 肖强听后只好默默回去 丫鬟紧接着地上姨母送来的典型 里面特意加入安胎助眠的药物 你可千万要安心静养 别再动了腹中的胎气 以后每隔四个时辰便最后节鱼食用 若再让我看到节鱼起身劳累 有你好受的 是 萧强吃着加了药物的典型难以下咽 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姨母软禁了 万万没想到她是另有所徒 如果强儿生下孩子以后 血崩而死 这黄黄之中 谁最适合当这可怜孩子的母亲 乖 萧强没想到自己即将性命不保 此时太子妃邀请她们一起出席宴会 萧强庆幸天无绝人之路 想把贵妃软禁自己的事告诉好姐妹冯才人与陈美人 结果正好听到二人在背后骂自己 一会儿 你我在她面前 做一场姐妹情深的好戏 说不定可恐的她在陛下面前 多提及我们 近日我常常在想 这宫中每年都有婴儿胎死腹中 胜祸是母子双亡的 她要是其中一员 那该多好 萧强听到她们的话后很是难过 看来要想保命只好靠自己吧 怀胎八月的妃子为了自保 亲自喝下滑胎要导致自己消产 只为了扳倒要置她于死地的阴影 是你救救了我的孩子 姐妹 我是你 是你救救了我的孩子 萧强直指是为贵妃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可为贵妃怎么也想不通 即将足月生产的萧强 为何莫名其妙划了胎 太医在为她诊断实践 她手里一直紧紧攥着一个香囊 香囊里装有五行草 断定她是因为五行草而罚了胎 想必萧强于时常把玩此物 致使身体浸染其味 导致滑胎呀 前祥宫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此物是何时进入前祥宫的 又是怎么到了萧强于的手里 你们一个个都跟我好想想 要是没有一个能想出来的话 就突不出去战兵 原来萧强早就知道 不能生养的姨母是想等她生下皇子后占为己有 早已开始实施去母留子计划 如果强儿生下孩子以后 血崩而死 这皇后是猪 谁最适合当这可怜孩子的母亲 就在萧强以为自己性命不保时 徐慧来前祥宫西殿看她 他立刻求她把为贵妃害自己的事情告诉皇上 可是徐慧却无能为力 你倒是认为陛下能够助你对抗贵妃 除了陛下 又有谁还能 至罪我那全亲后宫的姨母 你们维家在这朝廷中的事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若你现在无凭无据地要去告发贵妃 你说这陛下和维家 是会保你一个还尚未成气候的急鱼 还是那位列四妃之手 携领后庭的贵妃娘娘 维贵妃一直在后宫作威作福 皇上之所以不解决是因为维家在朝中的势力太大 萧强不甘心陷入死局中 徐慧只能让她做好最坏打算 贵妃的计划是要杀母屈子 但若你这个孩子没了 她的阴谋就无法得逞 说不定你还有一线生机 甚至还可能反击 你必须要活着 而且比她活得更久更疯狂 徐慧表示她会把萧强所需的物品拿香囊送过来 但又害怕此事跟自己扯上关系 恰好五妹娘来看她 还愿意主动替她去送 殊不知自己即将大难临头 萧强为自保就这样喝下了滑胎药 即将足月生产的她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滑了胎 宫女告诉为贵妃香囊是之前五妹娘探望萧强时送来的 她抓了过来审问 可是妹娘既不认罪也不辩解 本宫劝你 莫存侥幸心思 既然敢做就要敢当 如此兢兢业业 毁人不拳 贵妃娘娘 难道你从来就不会觉得累吗 此时皇上也来探望萧强 为贵妃一口咬定五妹娘是出于嫉妒陷害萧强 小编去五八同城找了个工作 就看到萧强突然从床上下来 一直嚷嚷着为贵妃逼她吃药 兄弟莫再为前儿吃那套药了 吃那套药 肚子走动 刀脚一半 情儿都听不到肚子里的孩子了 皇上立刻下令太医查明事情 很快从前祥宫的药膳房 发现了萧强所剩的汤药药渣里内有五行草 而此药正是萧强昨晚在服药前送进去的 为贵妃大喊冤枉可无人理 皇上命人立刻把她关进牢里 为贵妃害人中害己 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终结在亲侄女手里 皇上传妃子来老地方约会 怎料妃子刚来却看到她抱着好姐妹一起跳 顿时傻了眼 皇上紧接着摘下了徐慧的面具 称这宫里愿意为她付出的女人比比皆是 并不会对她专情 妹娘瞬间感觉到了爱人和亲人的双重背叛 心灰意冷地跑出了甘露殿 此刻外面正好下着大雨 五妹娘在雨里崩溃痛苦 最后失去力气晕倒在荆出池边 半天后才被工人发现救了回去 徐慧明知道皇上利用她刺激五妹娘 但还是不忍心怪她 毕竟自己对皇上来说还有用 臣妾只想要像妹娘一样 可以时常陪伴在军厕 替陛下分忧解牢 带给陛下快乐 如此而已 别无他求 陛下 不好了不好了 武才人他投了净出池了 皇上听后直接扔下徐慧去看五妹娘 太医称妹娘因侵染雨水过肠被寒气所清 加上心腮欲解 需要熏征才有一丝生机 皇上为了给她暖身 毫不犹豫地抱着她进入池中一起熏征 几个时辰后妹娘终于醒了过来 一睁眼就询问皇上是否来过 娘娘 你告诉我 你先来看过我对 妹娘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尽快养好身体 这是对陛下最大的慰藉 陛下 妹娘 快 拿衣服 给武才人披上 是 此刻皇上的康剑之躯 因经受不了如此竞争 恐怕得调理一阵子 五妹娘担忧地跑去了她的寝宫 看着皇上的睡颜十分心疼 表示已经理解她故意冷落自己 你疏远我 只是因为你心里怕 你是伟大的田可汗 怎么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女子 而前半纠结 此刻徐慧一个人还留在原地 他明白皇上是因为一句 唐三世后女主五王的预言 一直冷落妹娘 自己只不过是妹娘的替代品 想到这里他就觉得特别不甘心 难道 你真的从来就不在乎 这面具厚的人是谁 还是不管这面具厚的人是谁 你能看到的 都只是 不 妹娘 此后皇上改为让五妹娘去伺候比莫 不宣徐慧去御书房了 妹娘却希望能与姐姐一同来伺候比莫 皇上前阵子对她那么好 现在却突然冷落下来 担心姐姐会很难过 不管怎么样 陛下都要为徐姐姐着想一样 她是妹娘在这宫中 最亲的姐妹 五妹娘啊五妹娘 你得拢望鼠 什么都不想撒手 我看你将来 怕是什么都留不住 皇上最终还是拗不过她请了徐慧回来 但妹娘没想到自己怎么做都是错 徐慧听到皇上召见自己是妹娘求来的 更是不甘心自己做个透明员 徐慧嫉妒五妹娘受到皇上独一份的宠爱 愤怒地举起手腕砸碎了她送给自己的手镯 彻底断了二人的姐妹情 是你对不住我在先 是你背叛了我 你看看你的不眼 跟世纪泼妇有什么区别 住口 如果你胆敢再伤害我 我必定十倍封魂 昔日的好姐妹因为同时爱上皇上而反目成仇 徐慧好不容易等到妹娘被罚出宫 当上了后庭之主 怎料风光了没多久妹娘又回来 徐慧装出来一副很是思念五妹娘的样子 实则内心心如刀绞 害怕她再次夺走皇上的全部宠爱 这些日子里你去了哪儿啊 妹娘便将她在战场上找到了陛下 还为了班师回朝献祭献策的过程讲给她听 后宫女子甘正式大忌 妹娘恳求姐姐保守秘密 妹妹可有将离宫之后的事情告诉别人 这件事情的真相 除了书与姐姐便是瑞安了 她少年轻 恐怕一时不查 便将你的事泄露了出去 妹妹可是还要盯紧的些啊 第二天皇上提议说 要徐慧和五妹娘一起掌管宫中的权利 徐慧表面上答应了 实际上心中却很是抵触 对于五妹娘更加敌视了 妹娘 要不还只能怪你自己 你不该回来 来人 去清宁宫 搜集太监瑞安的自己 瑞安是五妹娘的贴身太监 徐慧随后便模仿她的笔迹 将妹娘出宫后的事情全部想下来 紧接着发给了朝中诸位大人 妹娘没想到自己马上就大祸临头了 老夫不在乎这么一汉是如何从宫中传出的 无非是女眷们争风吃醋 关键是这个五妹娘 随军出征 已经犯了高祖皇帝留下的规矩 如今她还干政 参与谋划军事 单真一挑便该杀 要想杀她必须要有更大的事 比如 江山社稷 女主武士谣言 第二天 众大臣在退朝后不肯离开 请求皇上再让元天罡补算一挂 皇上指责他们为难五妹娘一个弱女子 迟迟不肯答应 智奴看到群臣在甘露殿外常归不起 她赶紧跑去告诉五妹娘 长孙大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向我发难 好像是说 姐姐你曾赴北京战场陪伴父皇 而且干涉过战场上的军物 五妹娘想起来几天前告诉过徐慧自己的行踪 其实她根本没有告诉过瑞安 所以必然是与姐姐有关 她强装镇定地来到甘露殿 跪求皇上把她送到高阳公主的府里 做陪嫁丫鬟 宁愿永世不和李世民相见 也不要她背上昏君的罪名 那个预言说这祸国的妖心就藏于宫中 你随便找一个说法 将妹娘赶出宫去 从此以后 妹娘就不再入后庭了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徐慧没想到五妹娘凭借此季 还是逃过了一劫 第二天妹娘将她约了出来 离她彻底撕破了脸 放弃 别再害人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你的下场 你不会有好结果的 姐妹俩在此刻彻底决裂 李世民听到二人全部的对话 随后将徐慧打入冷宫 如果她敢自财就灭她九族 不久后皇上轰视 五妹娘悲痛欲绝 她的离去带走了妹娘此生最真挚的一段感情 夜里五妹娘在澄清殿伤心哭泣 制奴心疼地上前安慰 希望她能放下一切重新开始 刚出家的妃子意外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为了重获自由 她拿出全部的家当 并以为尼不换取到了出赶涅斯的地图与钥匙 怎料没跑到半路 皇上就追了上来 要将她接回宫里去 妹娘 我知道你不愿意回到皇宫里 此时一群刺客冲出来突袭二人 皇上不信中箭 吴王急忙赶来救驾 妹娘紧接着飞身上前为皇上挡下了第二子 虽将剑打飞可还是受了伤 终于等到援兵到来 陛下 这是怎么了 有反贼潜入禁院行刺 是吴王救了朕的性命 还有 五妹娘已怀上了父皇子嗣 巡礼是先帝太妃 朕要接她回宫 就这样五妹娘名正言顺地再次回到宫里 众人都以为孩子是先皇的 但只有妹娘知道孩子是理智的 因为她刚登基地位还没有坐稳 所以妹娘只能保密 她回宫后瞬间惊动了整个后宫 尤其是最得宠的萧淑妃 预感到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 娘娘 怎么会对先帝的一个太妃如此上心 她怎么 愚蠢 你们不知道她 本宫可是知道的 这个女人绝非善 就连当年的徐贤妃 也是失手于她 听说陛下 垂青于本宫 也是因为我和她长得有几分相似 萧淑妃当晚便亲自备礼去看望五妹娘 王皇后得知后也去凑热闹 要让二人看清楚谁才是后庭之主 也趁机敲打一下五妹娘 太妃怀的是先帝的骨肉 身份尊贵 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先帝 还望太妃时刻谨记 莫要忘了日后 太妃的身份才是 皇后娘娘垂心的是 五妹娘知道二人害怕自己得宠 可如今的她已经厌倦宫中 尔虞我诈的生活 表示自己会恪守本分 只想生下孩子抚养她平安长大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天妹娘看到萧淑妃的儿子 在欺负一名皇子 仗势欺人的速捷拿着木剑打对方 对方却不敢还手 让我好好打一顿 我就饶了你 要不然我就告诉我娘 说你欺负我 让她把你娘关到夜庭里去 别 别 跪下 看不过眼的五妹娘 立刻跑过去拦住素杰 并拿木剑狠狠地教训了她一番 告诉她不管身份有多尊贵 都不可以随便欺负人 萧淑妃回到店内 就看到受伤的儿子 生气地表示自己 一定不会轻饶五妹娘 皇上将妹娘和李忠 叫来当面对质 可是李忠的母亲 只是一个宫女 害怕萧淑妃打压 并未让儿子说实话 告诉大家你与素杰比剑的经过 昨日我和素杰约好 在竹林戏耍 然后开始比木剑 正巧 五太妃经过 素杰猛地往后退 不小心撞到了五太妃 五太妃很生气 抢过木剑 狠狠地打落素杰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子 五妹娘不愿再招惹是非 只能认罪 皇上只好罚她入 成庆殿一个月送读 经书思过 没想到她如此让步 还是没能保住肚中的孩子 女人只是喝了一杯茶 下一秒就感觉腹部剧痛起来 紧紧抱住肚中的孩子 姚太医 快转太医 快转太医 妹娘一觉醒来 到处找不到自己孩子 羔羊公主紧接着告诉她 是因为突然小场滑了台 无法接受现实的妹娘 在大雨中崩溃痛苦 她能感觉到是 喝了那杯茶后 腹如刀脚 可皇上派大理寺 将她近日来的吃穿用度 检查了个遍 都没有任何问题 可妹娘最后喝的那杯茶 是否皇后专门令人调制的 确实如此 不过 陈爷反复查养 那杯茶里所含的少养和甘草 都是利于安胎之物 对孕妇有利无害 绝不会导致小产 妹娘失去了先帝的孩子 第二天长孙无忌 就请皇上将她送回改叶寺 可皇上以妹娘刚小产 为由拒绝了她 长孙无忌便提出 让她在宫中休养一个月 皇上只好点头答应 此刻的妹娘 不知道该向谁报仇 她要找出害死她孩子的凶手 才肯离开 求羔羊公主帮帮自己 这个孩子 他是我的一切 不管是谁 他毁了我最真实的一切 我五妹娘毕竟 千倍百倍地让他偿还回来 妹娘觉得肯定是皇后的那杯茶有问题 此时羔羊注意到了皇后 送她的那副地女花编织图 称赞她做工很用心 不仅用金蚕丝编织 上面还有振振清香 经她的提醒 五妹娘立刻拿去送给周太医检查 果然发现了问题 微臣验过这片织键上的金蚕丝 每一根上面都溅上个无花 无花 单用无害 但却与甘草相铬 两者混在一起 便可产生巨大的毒性 我正是因为长期绣闻无花 在家之喝下的那杯甘草茶 才导致血崩滑胎的 妹娘非常确定凶手 就是送她帝女花编织图的皇后 高阳称皇后如今最珍视的是皇上和后卫 如果她嫁给皇上夺了后卫 就是对皇后最大的抱负 可是妹娘心里只有先帝 始终无法做出决定 晚上皇上来看望妹娘 索性将心里话全部说出来 为了你 姓名 江山我都可以不要 只要你能开心 可是我如今 就算贵为九五之尊 却可怜得连爱你的资格和身份都没有 智奴 你别说 别说 理智只求她能放下对先帝的爱重新开始 却被妹娘一口拒绝 夜里皇上独自一人喝着闷酒 苦笑地拿出父皇留给她的秘诏 高杨公主看后愣在原地 智奴女主武师灭堂之说 虽属妄言 仍不可听之认之 朕驾崩厚 若无妹娘怀无子孙 无论男女 皆处之 此时理智头痛欲裂 高杨趁机把这道遗诏拿给了妹娘看 讽刺她苦心经营的爱情 在父皇眼里其实一文不值 男人都是靠不住她 一份活人的爱情 一个孩子 就能够帮你了一辈子吗 为了你自己 去甘露殿 去找九哥 让她赐给你一个封号 等让你留在这儿 妹娘这才知道 守着一份爱情 不如抓住权力来的现实 当晚就去了理智的甘露殿 第二天 众大臣和嫔妃们 都等着妹娘出宫 却看到理智 牵着妹娘的手走了出来 直接封她为昭仪 没有人能赶你走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 你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 而我五妹娘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 她本是皇上最得宠的妃子 自从五妹娘入宫后 皇上就再也没来看她 妹娘还撰写了一部 教女子如何服从夫君的内训 发给后宫嫔妃 瞬间惹怒了王皇后与萧淑妃 这贱婢 她自己曾是二姑 别人不说太久罢了 居然还敢舔着脸 教导姐姐如何 持节守贞 这般教导女子 是夫之书 应该是由皇后注书 她此举已是健月 这未明也欺人太甚 此时宫女前来禀报 因为皇后一直无所处 李义府直接上奏 请求皇上废后 皇上虽没有明确表示 却重重地赏了她 她自己后卫不保 姐姐 要不然咱们一起去面世 把你由她折腾去 萧淑妃恨的牙痒娘 想接皇后之手 除掉五妹娘 就等着做山关舞动 果然皇后晚上就请来一名道长 使用艳圣之术诅咒五妹娘 押圣之法已成 今夜便可开始奏效 还请娘娘 与每夜害时 在心中默念五妹娘的性命与深沉 七日之后 五妹娘便会无疾而终 晚上皇上又去了妹娘的宫里 怎料刚到害时 她就突然晕了过去 太医诊治却查不出来什么病 萧淑妃听后大喜 坐等着皇后倒台 好让皇上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此刻宫里的明道 长成宫中的晦气涌动 万一妹娘突然无疾晕倒 是被人施了五谷厌圣之术 若五昭仪 种的确实鸭圣之术 该如何破解 将鸭圣之物丢入火中烧掉即可 宫中晦气 来自何处 百福殿以东 从东面书 紧靠着百福殿的 依次是千秋殿 万春殿 和皇后所居的历正殿 再往远处属 乃是贤林宫 皇上立刻命内侍间 去离的最近的历正殿搜查 怎料却在旁边 萧淑妃的请殿里 搜到了厌圣之物 上面写的正是 五妹娘的生辰八字 皇上听后愤怒不已 萧淑妃她一直在喊冤 还说想 亲见陛下一面 争取缺躁 她还有脸来见朕 传之旨意 即刻将其匾入夜庭 宫里实行厌圣之术 乃是死罪 萧贵妃当晚就下了夜庭狱 没想到皇后早就发现 她的伎俩 吩咐丫鬟把厌圣之物 放在了她的闲林宫里 五妹娘醒了 就去夜庭狱 看望萧淑妃 没想到萧淑妃 故意挑衅 称皇上根本就不爱她 起初我嫉妒 为何你就能得到 陛下的爱 但是后来 我便对此不再耿耿于怀 因为我知道 陛下只是想得到 陛下不想活在 先帝的阴影下 得到 或许只是一种宣告 先帝能做到的 陛下她也能做到 萧淑妃没想到 妹娘根本不接受她的挑补 看到她不知悔改 妹娘提醒她 还是多关心下自己的孩子 萧淑妃听后 立刻跪在她面前求饶 你不能这样做 他们是陛下的孩子 你不能这么对他们 如果说方才 我对你有一丝怜悯的话 那么现在 就只剩下厌恶了 五妹娘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来视我为梦 你为书 将你视血剥皮 视尸无休 我就是死也不会放过你 萧淑妃害人中害己 皇后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 没想到 她的皇后之位 也马上做到头了 女人将一块手帕 蒙在了公主的脸上 等到亲生母亲赶到时 发现女儿已经没有了呼吸 母妹娘抱着安定的尸体 崩溃的晕了过去 高阳公主随后 假惺惺的过来探望她 安慰她早点让小公主 入土为安 可妹娘却不肯撒手 这房子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 公主之前 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谁 是皇后 一定是皇后 一定是她 妹娘突然看到女儿的身上有印记 发现这印记 与高阳公主手上的戒指吻合 她与高阳情同姐妹 不敢想象此事跟她有关 原来皇后刚才确实来蓬莱殿 看过安定 嫉妒兴起的她冲动之下 想掐死小公主 但看到她如此可爱 便没忍心下手 怎料高阳在暗中观察着这一切 等皇后走后便走出来掐死了安定 经过太医院查验小公主 确实是窒息而亡 而这块手帕也是皇后的 理智听后大怒 失去公主的妹娘连日来不吃不喝 想不通最疼爱女儿的高阳为何会下此毒手 为了确定凶手到底是谁 五妹娘紧接着去叶婷玉探望了废后王室 则问她是怎么对小公主下手的 废后故意刺激她说安定的脖子很细 轻轻一掐就会断 但在那一刻安定突然朝着她笑了 所以她并没有下手 安定不是你杀的 不管是谁杀的 本宫都敢记得 住口 五妹娘 你不要以为杀了本宫 你就是皇后 你给我记着 今日之痛 不过是个开始 本宫就在阴曹地府看着你 看着你为了保住这个位子 一个一个失去你的所爱 看着你继续痛苦 生不如死 得知废后也起了杀念 五妹娘定要让他们血债血肠 念在她让妹娘逐渐看清真相的份上 她称会让皇上来见她最后一面 但让皇上看到自己如此落魄的样子 这对废后来说还不如死 妹娘刚从叶婷玉出来后 遇见了高阳公主 心虚的她询问废后 有没有交代她是怎么害死小公主的 她恨我肉骨 什么都不肯说 这是死性不堪 明明她屡次害你 可最后她记住的 始终都说你如何对不起她 若非当初 她那内服进染了五花的定柳花织锦去害你 又怎么有惊人的其他结局 五妹娘不禁一愣 因为她之前没有与高阳公主谈过五花的事 确定她已经对自己密谋很久了 而公主的阴谋也很快被暴露了 我也要自己做皇帝 没有一个皇帝是女人 这世上的道理有千百周 没有那一条规定了 女人不可以做皇帝 大唐的公主竟想做第一位女皇帝 只因为年少时 她钟情于一名容貌英俊的便积和尚 却被长孙无忌告到了皇上面前 皇上一怒之下 直接下指腰斩了便积和尚 从此后高阳彻底黑化 心想着如果自己当上皇帝 拥有权力便积就不会死 为了给你报仇 我什么事都看得出来 这些年 我孤心孤意步步为营 为的就是永诈于日夺得皇位 我可以捧着长孙无忌的头颅来祭你 李世民死后 高阳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为了得到权势 他不惜杀害五妹娘的两个孩子 然后嫁祸给皇后 让他身后的长孙无忌倒台 怎料他在起兵当天 还是被五妹娘发现了 即使派救兵就下了李治 高阳是李治最后一个妹妹 他最终还是选择放他一条生路 与他一起起兵的丈夫 防依爱全家被杀 高阳却抱着便机的骨灰逃命 可是妹娘却无法原谅 伤害自己骨肉的人 高阳 你知不知道 我是真的把你当做亲妹妹看待 不知道错误 我是一时堆迷心 敲了呀妹娘 你原谅我好不好 原谅我 我怎么原谅你 毕竟原谅你把我玩弄于古兆而不自知 原谅你杀了我两个孩子 五妹娘告诉高阳自己此生与两个女人最要好 一个是徐慧一个是她 但到头来她们统统都背叛了自己 感叹姐妹情义都抵不过女人对男人的痴念妄想 可高阳此刻还在歌颂自己的爱情 我和别激 我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不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掌握命运吗 若我有权力在手 别激怎么会死啊 在通往权力的这条路上 你会失去的更多 那不过是成狼拜扣罢了 你们不是要杀了我吗 杀了我吗 媚娘称她会让她和房医爱葬在一起 而便积的骨灰会位列于佛堂之中 要让她永生永世终将和便积分离 小编去五八同城找了个工作 就看到高阳愤怒地拿刀要刺杀五妹娘 结果反被太监们拿白铃勒住挂在树上而亡 五妹娘历经种种劫难 终于被李治封为皇后母离天下 媚娘坚定地摇了摇头 却不知李治早已知晓了一切 从此对她心中有了芥蒂 没过多久李治的风急突然发作 已经过去三日还是无法早朝 五妹娘只能亲自走上朝堂 带她主持一事 不仅如此 媚娘为了李治的安危还亲自为她施药 看到媚娘因为药力刚猛深受欺负 李治终于与她冰释前嫌 你以为我以身施药 折磨自己身体 你以为我不知 风急的疼痛 我可以忍受 但是我无法再忍受看着你为我受苦 与其如此 我应该一辈子都医不好这个病 美丽又活泼的敏玥刚入宫 就把太子迷得神魂颠倒 五妹娘也对她十分喜爱 希望她能帮自己照顾皇上 以后陛下什么时候该吃药 什么时候该歇息 什么时候一个人跑到哪儿去做了坏事 敏玥啊 都要好好的告诉你 姨母放心 敏玥定会好好照顾陛下 看到敏玥像极了妹娘年轻时的样子 皇上在与她接触的日子里愈发喜爱 甚至亲自教她玩皮影 太子李红读书时也总是走神 心思全在敏玥身上 忍不住向她告白希望她能留在她的身边 没想到敏玥根本对她无意 一心只想做皇上的预期 即便父皇已经有了母后 你也仍然愿意留在她身边吗 对 姨母还许我日后可以位列四妃 甚至还可以做贵妃 苦哥最后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若是惹姨母生气 怕是你太子的地位都不忘了呢 敏玥的态度深深地刺激了太子 她又向母后问起敏玥的事情 妹娘表示会给她找个好人家的 太子这才知道敏玥说了皇后 原来母后根本没有将她许给父皇的意思 你处心积虑 要造成我与母后之间的误会 你到底想做什么 敏玥 只是要给自己的母亲报仇 韩国夫人不是病逝的吗 只有像五哥这样心思单纯的人 才会相信这样的谎言 你的母后因为嫉妒 逼我的母亲自己 这样的仇 你说我会不报吗 太子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些误会 希望她不要轻易伤害母后 晚上五妹娘在宫中举办家宴 太子李红却在喝下一杯酒后 突然蹊跷流血不幸身亡 没想到敏玥会对自己下手 怎么流血了红尔 是你 红尔 你怎么了 红尔你告诉我 你怎么了 媚娘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第一个儿子 受了刺激的皇上 突然风急复发头痛欲裂 敏玥赶紧抱住皇上 以人工呼吸的方式 为她运送氧气 第二天就被皇上分为魏国夫人 媚娘得知后 希望她不要跟她母亲 落的一个下场 当年你母亲进宫 也像你这般钟情于陛下 甚至 不惜在我的饭菜里面下毒 最终被陛下识破 你母亲羞愧难当 自己 媚娘经常懊悔自己 没有对姐姐宽容 才逼得她走上掘墓 如今想把对她的亏欠 都弥补在敏玥身上 敏玥对此并不领情 很快媚娘的第二子李贤 被立为新太子 却没想到太子 也早已被敏玥利用 她利用李贤对权力的渴望 二人一起联手 毒杀了李红 接下来要对五媚娘下手吧 武后的存在 就是悬在你我头上的一把利剑 倘若她知道太子的死 是你我所 她会放过我们吗 这么多年 所有的仇谋 与报复 全记在你手上 敏玥和太子的行踪 很快被包了 五媚娘带着手下将东宫包围 心知逃不掉的李贤 只好认罪 媚娘最可诉的两个儿子 一个离世一个辈贬 她再也无法容忍这个亲侄女 而敏玥也不再伪装了 不要让你眼睁睁地看着 你最爱的儿子 被你另外一个儿子杀死 不要你一点点 失去陛下的信任 不要让陛下厌弃你 你所真是的遗弃 我全部都要夺手 敏玥为了复仇 让媚娘失去了 自己真是的一切 最终被媚娘刺毒查而死 皇后亲自下毒 除掉了与自己争宠的妃子 皇上知道后彻底怒了 敏玥 毕竟是个孩子 你是她亲姨母 你怎么能下得举手 此女诱惑陛下 我不许我而待之 你就当媚娘是个恶毒狠辣之人 皇上因为此事再也没有召见过她 将她禁足 还不许她参与朝政 当媚娘看到李质要求自己 在她死后一同陪葬时 终于对她彻底失望了 她为大唐江山鞠躬尽瘁 没想到落得如此下场 这一刻她终于不甘心只做个一人之下的皇后 此刻皇上已经仅剩最后一晚的时间 媚娘立刻命人将兵马连夜调至洛阳行宫 李质虽然得知了这一切 但此刻已经舍不得苛责她半句 只想和她在一起看一场烟花 李质就这样在媚娘的怀里长刺于世 就在媚娘悲痛欲绝时 太子李显则带手下进入灵桃 拿出一份遗诏开始送赌 李显在父皇尸骨为寒时 竟逼着母后要一同陪葬 再次让媚娘心寒 这是一名将军将皇上留下的真遗诏 查了上来 里面写道李显可以继位成为皇帝 五媚娘则成为皇太后 太子继位旗 尤其摄政临朝 军国大事有不决者 千娶天后尽旨 臣离旨 媚娘这才知道让自己陪葬的遗诏是假的 一切都是太子为上位的阴谋 她立刻告诉媚娘都是老丈人在背后指使她 媚娘当场将为玄珍扁除官职打入天牢 她在礼制的棺材前发誓一定会帮她守好这片江山 就算被世人唾骂她也不在乎 彼显如愿当了皇上 可她每日沉浸于后宫声色里 朝政依旧由五媚娘来把持 她每天都要处理各地造反的判军 朝中大臣们劝五媚娘还权给皇上 否则背叛她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自古以来这天下没有女人称帝 这些年来你临朝称之 摄政天下 这江山早就在您的掌控之中 可为什么还要偏偏 冒险再往前走上那么一步 我非要把这层窗户指捅破 看看你们这帮人到底能奈我活 五媚娘知道会有很多人质疑自己 但她不愿意看到这大部分敌意的背后 只因自己是个女子 她偏要登上皇位让他们看看她的命 终于成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皇帝 武则天在登基大典时想起了自己入宫时遇到的每一个人 心中感慨万千 她当了15年的皇帝后传给了太子李显 82岁时出于上阳宫 此时一去地号与李治同葬在前面 留下了一块无字幕碑任后人评说